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周二判定 中国在南海主张的九段线内历史权利没有法律基础 而台湾所属的太平岛也被矮化为礁 但是太平岛已经是南沙最大岛屿 被判定为岩礁失去了200里专属经济水域的主权 在台湾判决一出 总统府立刻发表声明强调 南海主岛以及其他相关海域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所有 绝对会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也不让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发生 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表示 现在相关仲裁判断 尤其对太平岛的认定 已经严重损及我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之权利 我们在此郑重表示 我们绝不接受 也主张持仲裁判断对中华民国不惧法律拘束力 黄崇燕进一步指出 因应国际南海仲裁案不立台湾太平岛主权 海军将在周三派遣康定极舰前往南沙深航 台湾的外交部也发出声明抗议 在判决文中 以中国台湾当局贬义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受到判决重伤的不只是台湾 中国大陆不止南海九段线失效 中国在菲律宾2013年提出仲裁之后 先是在南海上的岛屿上打造军机场和海军港 把礁变成了人工岛 黄岩岛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 国际法庭仲裁黄岩岛不可能是岛屿 中方自然只能享有12里领海 而丧失黄岩岛外的200里专属经济水域 明显限缩了中国海事利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 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外宾时强调 南海主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任何情况下 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影响 除了在南海举行大规模演习之外 北京还陆续传出各军种进入战备状态 召回休假官兵甚至连北京市政府也下达通知 要下属单位从12号到17号进入战时状态 全天值班 曾在今年初亲自登上太平岛的前总统马英九 12日晚间发出长达4000字的声明表示 呼吁政府立即提出具体措施 捍卫中华民国的太平岛 要穷尽一切途径表达我们的抗议 让国际社会知道太平岛是岛不是礁 中华民国对这种荒谬不公的仲裁绝不接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